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赚钱真快速 怎么样判断一个分析师到底装不装业 在市场全面乐观或是全面悲观的时候 当每个人都是看涨缩涨看跌缩跌的时候 那个分析师能不能够很客观的去看到未来的下一步 在昨天5月23号大涨 我给你提到什么 预估明天指今天 有利多 但是是一个胶着回挡盘 投资朋友 请你来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胶着 然后盘跌 往下做压回 收跌 收黑 我昨天给你讲的全部都印证到 所以说预测这种东西很多人不相信 不相信你就不相信 你相信的其实你在这一波里面 我们所讲的都一一验证 在昨天我跟你提到 因为昨天大凡在涨的时候 大概每个人都在欢呼嘛 甚至于那些乱空的 被嘎到之后 翻多 在昨天我给你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星光三任的蜜月期有多久 这是你考虑的重点 而不在于什么看到一个现行 每个人都说顺势 顺势很重要 我也知道啊 每个人都知道 长虹漫的突破 代表多方很强 你知道我也知道 那一样的盘势 为什么在昨天展的过程里面 我却会告诉你说 先不用急 今天会怎么样 拉回胶着回挡 刚刚也看到没有 床真稿里面 跟我们给婚的讯息里面 其实我们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都讲在前面 所以这种方法 如果你真的想学 你在外面找不到 只有这边而已 我想这本书是我写的 穗星阴阳线预测学 还蛮厚的 值得你好好的去读一读 你看人家为什么能够预测 他用什么方法 去预测未来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看长所长 看跌缩跌嘛 对不对 上个礼拜 还没拉出来之前 每个人都看空 主人上涨之后 每个人又看多 你一看多 你又当打下来啦 高点多少 八三四五 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放空 所以操作其实真的没有很难 投资朋友 之前我也跟你讲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一组线 称之为平顶戳路 但它不是贯穿线 为什么不是贯穿线 因为长虹扮的中轴还没破嘛 对不对 所以它不算贯穿线 好 那现在大家是怎样 做空会怕 做多也会怕 为什么做空会怕 因为你乱空嘛 被干上去之后当然怕嘛 那为什么做多会怕 之前 杀下的过程里面的这个地方 你如果没有做多 现在拉上去之后 叫你做多你会怕啊 所以你现在不管是做多怕 做空也怕 反应到什么 在量的方面 当说嘛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 重点在于什么 你要知道 反弹的高点在哪里 当你有规划 你的操作才能够怎样 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 好 各位朋友 反弹的高点在哪里 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想都不想 你只知道说 老师啊 我要赚钱 你凭什么赚钱 你连明天涨跟跌都不知道 你连明天的高点跟低点 支撑压力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赚钱 没人只会想说 我多也要赚空 要赚空也要赚 那昨天大涨的时候 真可惜啊 早知道做多可以赚钱 那今天就想说 早知道今天做坑就可以赚钱 每个人都可以事后讲 用嘴巴讲 很好讲嘛 哇 昨天做多可以大赚 那今天跌下来的话 你看 早一空一空 跌下来的话 是不是做坑就可以赚了 马后炮东没有什么用 投资朋友 5月16号的时候 当时的要7999 我给你提到什么 高低价配 那个时候给你提到 礼拜三结算 然后礼拜五 总统就职 所以这个礼拜 你不能够关万 我相信很多人关万啊 你因为关万 拉上去之后 其实你做多你会怕 因为你过去前面的第一时间 你没有做 你就怕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在 上个礼拜 讲到的 这个礼拜不能观万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 5月20号 我提到 这是第八周的菱形变盘 有没有 菱形第八周 代变 好 第八周 所以是不是告诉你说 你要尊重一下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礼拜一 触底之后 连续好几天 出现出什么 以菱形的方式 这个之前 已经跟你画过了哦 都是没有 菱形的方式 变盘 所以20号 我跟你讲什么 就职 但盘面诡异 从开盘跟美股的逆势 还有盘中的洗漱 亮出还有魔咒不限 所以我当时告诉你什么 以静自动 什么时候讲的 5月20号嘛 好 那个时候我们跟你讲什么 因为当时是上涨八周 回档八周 我都跟你讲过了哦 还有 菱形 没有 当时5月29号 早天也提到的哦 你现在事后回过来看 是往上变 所以往上变的过程里面 你事先先有准备 你就不会欢 好 那所以5月20号 我跟你讲什么 传说中的魔咒 阿扁那时候跌量299 马英九跌226 好 蔡英文反而失赢 为什么 他已经到低档了嘛 那这个低档的走势怎样 是先弹再杀 所以回档第八周的八千点 就这个位置 7999的这个位置 你要怎样 停看听不必急空 5月20号讲的 停看听不必急空 后来是不是就往上拉 好 往上拉下去之后 我怎么讲 就让他拉到不能够再拉为止嘛 等到拉他不能够再拉 我们再来空 所以当星光升了的第一天 盘面很强 你就让他嘛 让他长到不能够再长的时候 K线自然会告诉你 哪里是高点 就这么简单啊 那你说老实啊 我怎么知道哪里是高点 就技术分析的东西嘛 所以你要学 你不能说 我看长 缩长 看跌 缩跌 做分析师很好做啊 长的时候 突破 告诉你买 跌破 缩黑 告诉你空 到最后会怎么样 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这是你要的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怎么样领先于未来 投资朋友 我在昨天跟你讲什么 5月23号 5月23号提到什么 所以那天长 从来就已经提到了 这都是之前讲过的哦 好 然后呢 在昨天呢 护手黑盘 的坐驾非常明显 虽然政府说没有 它没有坐驾 可是我跟你讲什么 人工的拉抬 它是短暂的 它抵不过空头的趋势 也就是说 它的坐驾的目的在哪里 做形态突破 好 那这个形态的突破 在昨天 这样一突破 基本上每个人都开怎样 荒生雷动 认为这样的突破 路头开始涨了 我最近跟你提到了哦 有税的问题 有没有 因为听说 证交所 还有立委 一起呼吁 要减税 所以今天是不是有所谓的 这个八个措施 说要干嘛干嘛的 所以 现行会领先 消息面先反应 等你今天看到报纸 出来了 有没有涨 没有涨 反而叠 学究分析的好处在于 它能够领先消息面 学究分析的好处在于说 它能够通过K线 去看懂市场 目前大家在想什么 在昨天整的时候 大家在想什么 想的是 好可惜 赶快做多 当你昨天尾盘做多的时候 今天杀起来跌多少 跌了60点 你不是现套 马上套住 所以昨天你提到什么东西 根据历史 过去的轨迹 那时候大选 之后第一天 1月18号 以破底班再往上拉 还有 1月29号 还有2月16号 我昨天都可以提过了 推论 我认为还有一次 回档的洗盘 所以在昨天 大盘在展的过程里面 我都已经告诉你 根据开心的轨迹 已经告诉你 还会再回撤一次 那今天有没有回撤 有 重点来了 回撤到哪里是满足点 所以每一步每一步 你都要想清楚 而不是说 我现在看到涨 就认为会涨 看到跌就背 背关 看到涨就乐关 或者是做多怕 做空也怕 那我问你 你要怎么样才不怕 当你满脑子都是想赚钱的时候 你出来摸你自己 你到底凭什么赚钱 你要赚什么钱 你要赚趋势盘的钱 还是赚波段的钱 如果你要赚波段 你就要忍受 然后在盘场的过程里面 左扒右扒 左扒右扒 一直扒 扒到最后 趋势盘被你抓 对之后 你抓到那个钱 那如果你要赚趋势盘 如果你要赚趋势盘 就是高空低谱 高空低谱 那趋势盘出来了 只要你能够避开风险 那你就算赢了 你没办法说 趋势盘也要赚 然后趋势盘也要赚 然后震荡盘也要赚 然后什么都要赚 然后却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承担 我跟你讲 这是很客观的 很多人 很多老师 为了收会员 还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都很厉害 反正你要怎么赚都可以 让你确可获利 结果一做之后 发现奇怪 怎么都不一样 那我们是把风险告诉你说 当你面对这个市场 其实它的风险很大 你如果没有三两三 你如果没有 一个基础分析在保护你 你怎么赚这个钱 你光看电视 真的是不能赚钱的 我跟你讲过了 你不要想说 我看电视我省个钱 你省钱 你为了省钱 你看电视 结果你做错 你赔更多 不是有句话这么讲吗 便宜的最贵 不要钱的最贵 所以不要谈那种小便宜 一两次就回来 你何必省这种钱 投资朋友 所以我昨天跟你提到的 我昨天跟你提到的 5月23号 这个回挡第八周 做菱形变盘 而这一根浅荣出水的残阳线 它虽然企图去化解两岸一律 因为大家怕 在还没拉之前 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谈话 好像大陆不满意 等到拉出中长虹之后 大家说哇原来没有那么恐怖 都是马后炮嘛 我昨天跟你讲过 比对1月18号跟29号 的这个轨迹已经告诉你 上党头部紧限区在多少 8436 同时存在的缺口压力跟等服满足 所以明天怎么样 预估利多焦灼回挡盘 所以你问我说老大 为什么你今天会回 蜜月期结束了吗 你问这些问题都是 不用问了嘛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啊 投资朋友 我讲什么 在昨天 这是一个缺口压力 然后这个颈线压力 有没有 我昨天跟你提到的哦 所以这颈线在多少 8436嘛 有没有 好 大盘如果以等服作计算 1比1等服作计算 这个位置相当于哪里 相当于这个位置 这边有个缺口嘛 同时你去看 所以在昨天的涨的过程里面 它算落势反弹 你问老大 拉出残红币 为什么叫弱势 你以8840 拉回到这个位置 反弹的0.5 叫8407 0.382 叫8507 现在只多少而已 直到0.382 0.5也还没过 所以这个力道 如果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 只看表面 被表面所骗 电子期的中轴在这个位置 所以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跟你提过了 以过去的轨迹 这种轨迹给你提到的 轨迹 还好昨天 虽然在涨 我透过什么 麻烦今年 笔差 口差 均差 告诉你什么 这个盘并不是一个极强势的盘 它只是一个多方盘而已 所以今天回档 其实都是有机可循 透过技术分析 它能够让你看到未来 你为什么不学 所以一条路 你这么做 你这么走 你这么做 你就能够对 你就在绕远路 自己走自己的路 绕了一大圈之后 还是回过又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们跟你提到的 它既然是个利多焦灼回档盘 所以我们今天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做空嘛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空 投资朋友 金管会提出巴铁药 来唤醒那支的利多消息 存款给你吹上什么 投资朋友 我穿上什么 我就讲什么 走势预估胶着盘跌 因为买盘只有一日行情 就萎缩 卖压不断涌出 K线收黑 收跌 就这句话 有巴铁药要出来 那走势是胶着盘跌 买气只有一日行情 今天是不是这样说 卖压是不是有出来 开箭是不是收黑 是不是收跌 完全命中 所以我给你预估什么 高点跟低点 区间多少 八四八三四六 还有八二零六八二六零八三四六跟八二六零的区间 那以八三一三为强弱 也就是说八三一三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杀 站不上去嘛 就杀啦 这我都跟你讲过啦 好 那旁边上我们要看几个地方 第一个 像昨天的台湾T50两倍 正两倍 只能爆出量来 投资朋友 台湾50现在很多人做 但更多人做什么 T2嘛 正二 这是两倍的 只能爆量 为什么还爆量 投资朋友 它爆量的同时 你去统计外资的动作 今年以来外资只买了25亿 在昨天外资买了84亿 反而总共买了123亿 内资买了比较多 但光股呢 光股反而卖 为什么光股要卖 它反映到这个新正蜜月期只有多久 三天而已 三天而已 所以你去算 你到底要怎么做 说跟你讲过 把握新光散任的蜜月期的逃命波 这一波的逃命波 如果你不知道高点在哪里 你原本你过去套住的 通过反弹过程里面 你能够解套 甚至于能够小赔 你如果措施掉了 未来再往下杀 你后面要怎么救都来不及 所以第一要问是什么 知道反弹高点在哪里 为什么我这么讲 同志朋友 季线的扣底值会急速的拉高 在8500的附近做盖口反压 所以在无量不整的谈之下 未来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8500过不了 下杀吉凶 跌幅2300点 目标6200 还有8500庞恩旧 庞恩再杀 跌幅1200 目标7300 好 我讲什么 请你看清楚了 目前的位置的季线扣底值在这边 这几天 后面几天会这样 急速跳空往上走 所以这个扣底值这样 快开始弯头 弯头之后 这个走势压力就过不了了 好 压力过不了 一种是急速回 一种是盘 好 不管怎么样 8500的这个位置 它表示什么意思 因为以大盘来看 看粉红色的这条线 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很大的一个压缩盘 对不对 压缩好 这个压缩以等幅1比1做计算 如果8500过不了 1比1等幅做计算 就是2300点 看到6200 那如果是 以绿色线来看 8500 盘盘盘盘盘盘 1比1等幅做计算 1200点 看到7300 这个图 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一定要记起来 为什么 现在这个盘的量 有没有量 无量不长 所以只有两种情况 就这两种情况 那你要怎么样 把握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做好逃命的条件 做好逃命的动作 我想这是你真正去做的东西 投资朋友 讲再多 不如跟上脚步 明天怎么看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几天 请用几天 无分珠 无分珠 跑 贺城都投顾 翁老师 109战 91胜 全面五五折 全面五五折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刷这线 明儿27525868 27525868 城都投顾 这项已推述 右术以权力 辩计 审视 关心 度时 翁老师 读上 隧形坑线预测学 融合西方财务封城的 隧形几何 及东方百年逆传的 更衣线赞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入独净 看准三日行情 不想天下 027525868 城都投顾 值得托付 贺城都投顾 翁老师 109战 91胜 全面五五折 全面五五折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需要这些 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施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明镜 Choose your online 而拍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现在如果你是属于 做空也怕 做多也怕 那么你必须知道 反弹高点在哪里 你能够操作无所畏惧 所以关键数字很重要 跟上脚步 每一步都很重要 今天胶着盘叠 收黑收叠的验证命中 今天是以量缩 拉回 同时像我主人所说的 以轨迹来看 所做的推论都吻合 那目前的议行是什么意思 准量900亿 它不算一个真实的实力买盘 那谋话结算 下礼拜开始 决战多少 297.6 那这一次的回撤 以8236来探强弱 所以台子期的多数决战在哪里 8153 今晚的美股会牵动台股 明天的开低与否 道琼家利在多少 17620 这个我给你讲过好几次 所以明天是属于一个法人主导盘 跟上脚步 我们明天续续再赚 投资朋友 没有很难 没有很难 跟上脚步 穷人相信运气 而富人相信方法 我们用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 跟上脚步 好不好 把握这个机会 利用这一次 反败为胜 明天 带你运动前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赫 陈德德顾 翁老师 一百零酒站 九十一胜 全面五五折 全面五五折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需要再线 2752-5868 2752-5868 全东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功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独往独立 成功投赋 值得托付 赢得2752-5868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引用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鸟身办 更多优惠哦 北都PiPiNet 超值优惠 双小号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鸡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上盒 0809-096-111 0809-096-111 现实优惠 先抢经营 HyperNet YourNet 谢谢你 从我两年前失能后 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 没什么啦 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 等实施之后 妈跟我就轻松多了 什么是长照保险 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 全民共同分担保费 若经过评估 需要长期照顾时 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 支持长照保险 减轻照顾负担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订阅